好,我想再說一說,關於輕鬆得性,希望影響我們大家最大的就是 我們說任何東西都經常想,神的恩典是什麼 譬如說到這個神的計劃,我們就可以這樣想 雖然你之前有說的,但我覺得可以更加呈現一個更完美的畫面 就是神很體重我們,祂體重我們,體重到怎樣呢? 祂直接把這個計劃寫在天上的賊上,是很特別計劃的 是塑造出來的,是有我們生命的每一部分 我們每一天,上面到一天已經寫在祂的賊上,神已經寫完 那個恩典推動我們,祂很想我們進入,祂也能夠給我們足夠的資源進入 有足夠的能力、智慧、供應,能夠讓我們進入到神的計劃 神是每一件事祂想我們做的,祂也一定有足夠的恩典資源 能力、預備,讓我們可以進入這個計劃 讓我們能夠很輕省、開心 為什麼輕省呢?不是我們做得好 神是一個很完整的計劃,祂一定會搞定一切的事 一定會幫到我們,所以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我們就是一個輕省的心,輕鬆鬆的心 因為神已經預備好了 這樣的時候,人們就會感受到神的完美計劃 對我們的計劃的幫助 如果說到情緒,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祂供應給我們足夠,以及幫助給我們足夠 以至我們面對人生任何的事,被人罵完 這個部分可以多說一些實際的例子 被人罵完、被人激完、失敗了、考試不合格 剛剛有什麼意外發生、家人有病 這些事發生一定會很害怕、一定會很擔心 但是神都已經知道這些事 神是很想我們在一切的事上依靠祂就可以 為什麼呢?為什麼依靠祂可以呢? 因為神已經有定義祝福我們 祂時時有一個很奇妙的計劃 在一切最困難,祂都可以做奇妙的事 例如家人可能有病 但是透過這個疾病 可能有機會給我們傳福音 有機會讓我們經歷神的作為 讓我們為祂祈禱 在這個過程中,神是有祂想做的事 只要我們信靠祂 神就會在這個過程中成就祂的計劃 於是我們遇到什麼事呢? 我們不是用憂傷、擔心 而是說,神一定有奇妙計劃 我一定能進入祂的計劃 那種心態進入 我鼓勵大家,無論你分享的什麼 或者你教主一學 或者你跟人傳福音 什麼都好 都能夠說出神的美善 在每一方面 這個需要我們多多去思考 以至我們思想的時候 能夠更加發揮出來 OK? 好,這是《輕鬆、得性》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希望大家都整天記實 什麼時候都是 講出神的屬性 祂的本性 例如計劃 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本身是一個有計劃的神 祂有能力令祂計劃成就 祂也有能力幫助人進入祂的計劃 祂有能力為我們預備好的計劃 給一切的供應 以至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所有的事 無論順境、逆境 都能夠神在背後做功 以至我們得到那個益處 在情緒方面 祂本身的喜樂、平安 當我們一親近祂 就可以償到 能夠將力量給我們 那種聖 神的聖就是一個喜樂的神 平安的神、興省的神 祂是平穩、安靜的 祂完全不會受環境的影響 而親近祂的人 亦可以活在祂的屬性裡 然後祂的恩典 救我們用 能夠幫助我們任何的事 希望大家都多去思想 例如你說的主題 你也想想 在這方面 我們如何發揮神的屬性 以及祂的恩典 好了 我們今次講到處理聖情的問題 其實人的聖情是神做的 有一個狗形性格 有些人很反對 但我們純粹用一個分析性格的方向來看 沒有什麼大錯 其實有很多人什麼都反對 它是一個比較 很人性化的分析狗類 人性化 有些人比較科學性 但它很人性化 形容出這九種性格 其實神的種性格也有 其實神的種性格也有 那九種性格全部都有 我們每一個人屬於哪一種性格 都是神裡面有的 譬如神裡面有這個 有些人說不太喜歡第四號形 感性 感性呢 神也很感性 但是神感性得來 很理智 祂有五號形的那種理智 祂有一號形的完美 但是祂就不是完美主義者 不是好像經常找到這些不夠好的 祂是一個 凡事都做到最完美 但是祂用最柔和的方法 帶領我們去進入祂的奇妙計劃 就是這九種性格 神全部都有了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形為主 有其他的形是次要的 我這次不是主要說九型性格 我只是在九型性格裡面看得到 原來每一種性格裡面 有健康和不健康型 神全部都是健康型的 但是人因為犯罪 很多時候有這種性情 都是有一個負面的方面 耶穌本身這句說話真是很好 祂說出這句說話真是左道 祂說我心裡柔和謙卑 祂當負我欺騙,學我讓色 祂用你們心裡必得享安息 耶穌心裡時是非常柔和 非常謙卑 非常接納人 很輕散、很輕鬆的 當我們負祂欺騙 就是跟祂一齊侍奉 和學祂的樣式 學祂的生命 耶穌說到祂說什麼 都是天父說的 祂做什麼都是看見天父做什麼 祂就去做的 耶穌是完全跟從天父的方式 所以祂叫我們 我如何跟從天父 你就學我的樣式 我如何倚靠天父 你就學我的樣式 有這種生命 所以你們心裡必得享安息 那你的心就會平穩安靜 整個人的性格就會改善 因為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淡是輕散的 神的騙是容易的 因為祂會跟我們一起 因為祂一定徘徊我們 一定加力量我們 祂淡是輕散的 是不困難的 這就是耶穌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性格 無論你的性格是什麼都好 神都能夠 凡事賜給我們一個平安的性格 還有聖經又說到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就是我們時事有神的良善在裡面 我們就會發出良善 其實所有的不健康人性格是什麼呢? 就是他裡面變得醜惡 變成不關心人、傷害人、自私自利 但如果我們裡面是柔和謙卑 經常都想到人是想祝福的 無論這個人如何軟弱、如何不好 我們都會說 神啊,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呢? 我怎樣可以幫助他呢? 這就是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見到人便想去幫助 善良的人和邪惡的人都會見到同樣的人 善良的人見到他們便會說 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他 但邪惡的人便說 要麼這個人那麼壞,我要踩下他 要麼這個人那麼厲害,我就道忌他 總不是用一個健康的方法去看 但當我們有神的心的時候 我們看到人便想祝福 無論他多少次不聽話 我們都想祝福 首先有些人我們都會 每一個人我們放時間上去是有分別的 即不是說我們無論他如何不聽話 我們都繼續放那麼多時間 這個不是真的 我們放的時間是在乎他的回應神 他越回應神,我們越放多些時間 但無論誰人,我們都盡量幫他 有些人真的完全不肯付任何代價 完全不肯改變 完全被耶穌改變的時候 我會立即留意到 我立即願意幫他 這就是一個健康的心態 心裡面總是有良善發生出來的 每一個性情都有健康和不健康的 我只會抽出一些 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認識很多完美主義的人 尤其是媽媽 通常都很容易成為完美主義 衣服不乾淨 你又不收拾東西 不整齊 於是很多人便覺得很悶 很難達到這麼多要求 但其實完美主義是非常好的 第一,就是學習完美主義的人 學習憐憫人和培養祝福人的心態 不只是追求完美 我想追求完美,他未到 我有十級,他一級都未到 我怎麼幫他由一級變兩級變三級呢 我不是一開始就說 你不行,你不行 其實基本上 所有人際關係不好的地方 都是批判 你不安靜,你不收拾東西 你不做什麼什麼 你不跟我的配合 你不聽我的話 都是這些批判的 但如果他說 他都是一級 譬如幼稚英學生 你不會叫他寫一篇文章給你的 你叫他 他認識了一個單字 一個字母,你已經說他很厲害了 即是說他提升一點 我已經稱讚他了 那你就向著完美的方向去 但很多時候人的憤怒 就會很快就會發脾氣 結果是破壞 令到他沒有心追求完美 我們是應該追求完美 譬如我經常說到輕鬆得勝 那是不是不追求完美呢? 不是 而是我說,我做任何動作 神都喜歡 但我不是做完一個動作就完 我繼續 既然我做了一件事 神那麼喜歡 我就做多一點 神更加歡喜 我生命更加發揮 但我做每一步 神都會歡喜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求神赦免 我就會輕省了 這樣的時候 我追求完美並不是一種壓力之下 一個輕省的心態 生命更加發揮 和人幾乎 跟自己和自己的力量 原諷主義的人 其實他批判自己 比批判自己多次 每一次他批判自己 其實他已經批判過自己多次 經常說自己表現不足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部分 我們多數九元性格都有自己批判自己 我們學習批判沒什麼用 於是我們學習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這樣就更能處理情緒 耐性幫助人和自己成長 又欣賞 今天有進步 興奮得性的其他東西就是欣賞 我欣賞一百分之一 我繼續進步 我就越來越好 這就是欣賞會給我們有動力 聖經中看到神的欣賞 一杯涼水不能不得上次就欣賞 當那些門徒有心的時候 他們說你因為你的名字記在天上 你要歡喜 神也是欣賞他們的 我所做的事你也要做 並且要做給你更大的事 神經常都是看重他們的 讓他們有盼望的 以及學習合而地處理自己的情緒 和我們溝通 這就是一個完美主義 好了 感性型 感性型 通常人的感覺是甚麼呢 感性型 他就會失去心機 因為他的情緒的影響 有些人真的跟他相處時是很困難 因為他的情緒低沉 起起落落 但是一個這麼低沉的人 就是容易憂傷的人 到底他怎樣可以發揮呢 其實聖經中的例子 大衛也是一個感性的人 大衛能夠寫出一些詩篇 他形容到他跟神的關係 都是很感性的 他會用音樂去親近神 都是一個感性的人 但是他就學到 就算被蘇羅追殺 他依然不在擔心 不在懼怕裡面 而是在倚靠神而得力 所以這就是一個健康型的感性型 蘇羅有感性的一面 不過他去了疾度 去了憤怒那方面 變成了破壞性 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有感性的一面 都是一件好的東西 我自己的性格 我想我是五號型為強 就是四號型為次 我們怎樣看得出 五號型通常用理智做決定 譬如我相信耶穌是理智決定的 我是分辨到聖經的證據 我知道祂是真神 我就去信靠耶穌 我就說有個神這麼好 我一定會相信祂 我是理智的 但是四號型就是我的感性 我感受到神的美善 我看到神做的萬物 神做的… 聖經裡面的人物 耶穌如何跟人說話的愛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還有神做萬物的美麗 詩篇的美麗 我是很喜歡的 如果我很喜歡 我就會學到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也很感性地感受到神 我很感謝神給我這種性格 能夠一方面有理性 一方面有感性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在這幾方面去追求 感性型的人 可以親近神 來得到平穩安靜的性格 凡是他的情緒豐富的人 他亦容易憂傷 但是越親近神 就經常都讚美神 由早到晚 譬如說到情緒 可以多說一些 由早到晚 無論乘車行路 拆牙洗臉洗臉洗臉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裡面裝滿很多喜樂 裝滿很多平安 人就更加容易正面 以及建立多一些理性 即是因為感性的人 可能說 我喜歡他這麼帥 所以我跟他結婚 他這麼溫柔 我跟他結婚 就是喜歡 沒有去分辨這個人 各樣的問題 即是說 感性的人是甚麼呢 是用感情來做決定 譬如你發覺 有些人說 為甚麼你喜歡跟他在一起 為甚麼 開心 我喜歡 我喜歡我就做 這就是感性型的 他做決定是用感性的 而越點平衡 就是多一些理性 去分辨 去學習 去分辨人的性格 去留意人的性格 第三 就是感性型能夠敏感 自己和別人的感受 可以學習回應人的感受 即是感性型的人 他會看到別人 知道別人受傷 有些人看見別人憂傷 他不感受到 他看到別人哭 他不知道要說甚麼 他不知道要怎樣回應 因為他不懂得感受 他看到別人哭 好像不知道要做甚麼 但感性型的人 是會感受到他的憂傷 這是他的強項 他就越能夠看述人 第四 就是多些應用聖經的觀念 去處理人和事 而不是用情緒去處理 即是用理性去處理 即是用多些理性去處理 譬如說 有時有些女性 就會跟那個男生說 譬如以前我有個教友 她那個女生 真是 每個人都覺得她很有問題 因為她沒有禮貌 說話很差 很多問題 但是那些人都勸她 你不要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她說我跟她不在一起 她就想自殺 她就經常都要脅我自殺 因為她完全是依靠人 來得到安全感 其實這件事是行不通的 她跟她結婚 是會很痛苦的 她經常都會要脅自殺 你不聽我說 你不跟我一起玩 你不跟我一起玩 你不跟我一起去哪裡 我會自殺 其實一生都是痛苦的 那這個感性型的人就學習了 我不是用感性來維繫我的生命 不是我feel good來維繫生命 而是我有神的愛 有平安、興省 領袖型 第三個型 他是很強領袖的 有些人是天生的領袖 他不是跟隨那個次序 不過我現在寫這個第三個型 不是那個九號型的第三個型 不是第三個型的領袖型 應該好像第八號 第八號的領袖型 就是他是天生的領袖 小小小的小朋友已經帶著其他小朋友做的事 在這個教會裡面 很自然地就會帶領其他人影響其他人 有時他是有organized的帶領 有時只是他很容易說話 其他人就會跟著他 領袖型的人 他的強項 就是如果他有好的方向 他就會帶領人 但如果他沒有好的方向 就像希特拉他是領袖型的 很厲害的 其實我看回希特拉的歷史 當時政府選了他 並不是在那個位置 但是他是強行搶了權力 把權力擴展 然後變成為德國的一個獨裁者 他是絕對有這種能力 不過可惜他那種做法 可能真是 其實如果當時他不是洛曼地的這場戰爭 聯軍可以打回德國 贏了他 如果他被他打贏 這個世界已經完全不同了 很難想像 如果當時是德國打贏的時候 納粹黨打贏的時候 那個後果會是怎樣 一個人可以破壞整個世界 其實這個世界已經進入了這些狀況 我順便說一說一些小小的事情 我剛才看到 其實這些網上大家可能都會看到很多 有一套電影在YouTube 你可以看到的 叫做Social Dilemma Social Dilemma 那麼這個電影是說什麼的呢 這些是紀錄片來的 它是說到現在的那些年輕人 自殺和情緒憂鬱的比例是急升的 自從有了這些社交媒體 例如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 Instagram 那些較強的 有些年輕人喜歡的 因為這些緣故 很多人依靠有多少人喜歡她 多少人喜歡她 當他得不到的時候,他就會容易憂傷 他會經常有慈悲,要很多人喜歡他 但那些人其實跟他沒有關係 他有些事情做出來,令到那些人喜歡 第一,影響人的情緒,影響他們不能做其他事情 有些人說,你可不可以一個星期不用上網 說到他得到,好像全都借了 他也說到現在社會的那些資訊 他說你甚麼觀點,你都會看到他說他對 譬如有些人說地平雪,有些人說地球圓 大部分人都是說地球圓,不過有人說地平雪 如果你看看地平雪,他就會傳出很多地平雪的理論 或者說現在這個普世是否正在亂 如果你是不相信,即是不是人為 他又會有很多資訊 到底哪個對哪個錯呢 其實他們好像根據這個人想看甚麼 他就會傳出很多給那些人 那造成甚麼呢 這個社會的分化是非常之強烈 這種看法的人,永遠都不喜歡另一種看法的人 就覺得他很有問題 於是又對立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他的資訊是非常之錯誤 即是說有些人經常收到的信息是經常錯誤的 他經常都很相信,但是錯誤的 為甚麼會有這件事? 因為有些人很想別人都跟隨他的觀念 所以他們在其中一個影片中有說一件事 他們會搜尋有些甚麼人會相信地平雪 或者相信某些陰謀論 當他們想這些人支持某一個政見的時候 他們就會向這些相信陰謀論的人傳一些訊息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會相信極端的看法 他們就會接受這些觀念 即是說原來這種灌輸觀念 在現在的社會是非常之強的 是正在發生的 是我們基督徒需要學習去面對 去分辨 即是你相信的東西到底是否真實呢? 我們真的需要去分辨 而且是用聖經去分辨 以聖經為最主要 不是這個社會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天國 不是世上發生的事 或是天上地上某一個國家 說到這個領袖營 就是這些人很想用方法去帶領人 其實也有不同的錯誤觀念 有些人說保羅不是仕途 保羅是假仕途 還有有些人說到耶穌教導的錯誤 總之奇連怪狀又說是基督教 不過他們的教導是很奇怪的 有些人會說 你一定要用希伯萊文的名字叫耶穌 和神才可以 很簡單的答案 耶穌教導我們祈禱時 應該教導我們親愛的 祂不是用耶華 祂是另一個名字 總之 主動文是耶穌教導 應該用希伯萊文叫 但耶穌只是說 我們在天上亦父 所以很明顯很容易回答他們 但有些人會很信 亦在網上經常傳流這些東西 這些人 我們知道有些人存在 如果我們有這種性格 我們一定要尋找一個正確的方向 即是領袖型的人進行珍惜 因為他們有時會怎樣呢 他們想達到目的 他們就不計較 是否為靈的益處 他們只是想我想達到目的 如果我們真的想做一個好領袖是怎樣呢 是珍惜關心和幫助 就是跟隨者 有一個者字 而不是利用他們 即是說 跟隨者 我們關心他 怎樣幫到他 帶領人跟從神 和神的原則 不是跟從自己和自己的主意 聆聽跟隨者的需要 不要以為自己才是最智慧的 願意放下權力 不做獨裁者 建立跟隨者各方面的恩賜和財感 即是一個好的領袖是怎樣呢 興起人 欣賞人 建立人 給他機會 讓他發揮 這樣我們就做出很多領袖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你能夠有機會 你做到一個領袖者 一個領袖 你就去建立其他人 成為領袖 欣賞他們 逐步建立他們 享樂主義者 有些人就說 這些我真的不喜歡 因為他經常喜歡玩 開心 享樂主義者很容易認得到 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笑得最大聲的那個 總是很開心 然後 派對有他 生日會有他 整個地方都很開心 小組有他 也是很開心 不過說到實際工作 很多時候他又失漏 他又沒有甚麼行心 這就是很多人認為 他們的不好處 神又有那種享樂主義者 神又是 因為神在天堂是開心的 不過很多人就沒有這個畫面 其實很多人畫耶穌 都是很嚴肅、很正經的 不過有些人畫耶穌是笑的 多數人 尤其中世紀時代 全部耶穌的樣子都是很嚴肅的 其實天堂是很開心的 人的image 因為人就覺得 神聖應該是很嚴肅的 我們又欣賞一下那些享受者 他們真的這麼開心 甚麼都可以懂得開心 即是甚麼他都想到 用開心的方法 我們自己都學習 就算等人 就等得開心一點 在那裡考慮 在那裡考慮神的好的東西 來得開心 我們幫助人 向人傳呼 我們都用一個開心的方法 令到他開心一點 其實每一種性格都有他的好處 而享樂主義者就學甚麼呢 就學有恆心 我認識一個享樂主義者 他真的很開心 他學習得很快 他不需要太多練習 他就彈彈彈彈得很厲害 他真是 因為他媽媽告訴我 他不需要練習很多 他就彈得很好 他就會考到 很容易 即是他很聰明 但他的恆心就不強 所以這就要學習 他需要學習 建立他的恆心 其他性格性的問題 即是我們有時不是這幾種性格 而是本身性情有甚麼問題 而是他很容易發怒 其實每一種問題 我們會考慮他的根源 為甚麼他會發怒 因為他的心情是不公平 那些人不好 他們對我不好 他們很麻煩 於是我們便容易發怒 我們明白後 我們拆解了 怎樣拆解呢 人就是罪人 你看看 每一個人都有問題 他有問題 我不用跟著他 他有問題 我不用跟著他發怒 發怒令到我辛苦 所以一看到他是這樣 我接受他是這樣 那我就放手了 每一個人做到的程度 比較不同 男性通常比較容易 通常男性的家人傷害她也好 走到街上忘記了 那就去玩 女性就會覺得家庭的愛 是很重要的 因為體重關係 所以女性就比較難去放手 就變得緊張 緊張容易發怒 這個強項 女性就是建立關係 維繫關係是很重要的 如果全部都是男人 這個世界是很冷酷的 就是沒有什麼親情的 但是女性是令到這個世界有親情 但是因為她的期望 她也會 她很想得到愛 她也會 她很想愛 但是她得不到的時候 亦都更加失望 更加情緒化 所以我們明白這件事 我們就有一個平衡 就是怎樣 不去用憤怒 不要被憤怒控制我們 而是平穩安靜 接受人都是有問題的 不用那麼緊張的 自卑 自卑的人總有原因自卑 因為我讀書不夠好 我又沒有朋友 我什麼都不行 其實人人都可以自卑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有自卑的時候 因為覺得那些同學 說笑說得很厲害 經常笑我 好像總是被人取笑的 但是當我用他們來看的時候 我是真的會自卑 但是我相信耶穌 看到教堂的人會這麼接納 那自我形象就提升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其實我們很寶貴 神就令到我們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很大提升的人 我們便會學習 神說我如何相信你愛我 並且我建立我的能力 我跟別人建立關係好 我就稱讚自己 我跟別人關係好 我能夠關心他 那麼逐步逐步 人的自我形象就會提升 驕傲 其實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 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 如果是領受 為什麼自誇 恍恍不是領受的呢 其實我們什麼都是神秘 如果我們一驕傲 什麼都沒有了 我認識有些人 他很體重 他能夠做到事 他要聰明給別人看 他要別人稱讚他 其實都是有自卑加上驕傲 其實自卑和驕傲是貓公仔 有自卑就很容易驕傲 因為他自卑很喜歡讓別人看他厲害 他為什麼想讓別人看他厲害 因為他自卑 但是當我們說 神看到就更好 神看到 而我不驕傲 神就喜歡 如果我驕傲 神就不喜歡 所以我們就處理自卑和驕傲 我什麼都是神給的 所以我什麼都不值得自誇 我欣賞別人所有的 神就歡喜了 我建立別人 神就歡喜了 當我見到別人 我就看到我有價值 我又歡喜了 我們欣賞自己 但又不是驕傲 有些人多仇 經常看到很多煩惱 但是我們可以說 人可以選擇看不好的東西 都可以選擇看好的東西 如果你有機會去過非洲 我見到非洲的小朋友 他在地上 吃完食物 找個垃圾鏟掃 掃了他之後 晚上就睡覺了 他們說沒有枕頭睡覺 他們說怎樣睡覺 用手枕著 我問你會不會痛 會 那痛就動一下 我們有枕頭有床 他們是沒有的 當然看哪個地方 我見過有不同的地方 其實真的在那裡的生活 比較之下 我們真的有很多東西 我們有很多東西 但是很多人就會說 我沒有朋友 但是我們關心人 我們就前面都會有朋友 不是經常跟別人掃苦 經常掃苦 別人不喜歡 總是掃苦 他聽聽是悶的 他不想見我們這麼多 但是如果我們關心人 會回應人的需要時 就容易有朋友 就不會經常憂愁 或者悲觀 神總是給盼望人的 在聖經中 雖然耶穌指殺人時 沒有信心 但是他立即說 你有信心 像戒作種 都能夠移生 即是 耶穌永遠被盼望 彼得要否認耶穌 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去的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即是他不是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彼得 你怎麼可以否認我 你今晚會否認我 你知道嗎 或者之後回來 彼得 你那晚做甚麼事 你要否認我 為甚麼 但耶穌不是 耶穌說 我已經知道時 我就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去的信心 你回頭 你就堅固你的弟兄 即是你看看耶穌說的話 他真的很接納人 而且永遠被盼望 所以我們永遠被盼望 你幾做幾錯都好 你回頭 神就歡喜了 你依靠神 神一定會歡喜 或者因為人氣量少 看見人比他聰明 看不過眼 總之 總是要比較 我們可以學習 因爲人而歡喜 欣賞人的任何事 我們就 人越開心越多朋友 越喜歡和人一起 欣賞人的人 經常都稱讚人 你真是好 你真是厲害 你真是對人好 人就歡喜你 你就更多朋友 但愈是氣量少 經常跟人比較 就愈是小朋友 我在膽怯 我記得我第一次 廣道 那時我在生命中學教書 是一間基督教學校 校長就說 我們每個老師都講到 我聽到很開心 因爲我已經有心事奉神 每個老師都講到 我很開心 但我第一次上台 幾百學生在那裏 幾百學生不是我害怕的原因 而是 總之未試過講到 我坐在那裏 我坐在那裏 是不自覺地 不停地震 雙腳不停地震 那我起床 起床仍然震 但我一開聲 一聽到那個回音 我立即就不震 但是下一次又震 那我後來怎麽不震 還有我初期做廣道時 經常都在想 怎樣 那個廣道的三點四點 怎樣由第一點到第二點 我經常都在想 怎樣轉入第二點 所以有些教友告訴我 牧師 你還沒說到那時 有些傻傻傻的 好像定了形 比較緊張 但是現在 為什麽我這麽不同 因為我看到人 個個都有需要 我祝福他們是開心的事 神就欣賞 神有很多好事 我告訴別人 我也開心 人也開心 我用正面去看 那我何時都好 隨時隨地 隨時隨地去講 我都不害怕 這當然也是聖年充滿之後的教導 令到我興省 因為神愛我 神體重我 我所做的事 都可以放心放手 所以我鼓勵大家 還有那幾個分享 有信心 那些沒有 拿學分的 你想說我也有份 你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你自己開過YouTube或Facebook 自己對著鏡頭拍攝 袁牧師 我想傳給你 我講一些篇 你給我一些評語 我一樣會評語 給你評語 你也可以練習一下 我希望你說不用了 希望你不要這樣說 而是說 哇 這樣有機會也好 即是放心放手 不要看別人 如何看你 你越看別人 如何看你 你一定會害怕 鑰匙就是 人人都需要 人人我們都可以祝福 任何一個人 只要你肯去達出 你都可以給神祝福 猶疑不決 我以前都是猶疑不決的 那時我第一個太太 已經悉勞歸主 她就提醒我 她說一句話 我經常都記得 打蛇除棍上 那是甚麼意思呢 她說的意思就是 譬如有一個人跟你說一件事 那件事你本來想跟她說 她既然說了 你馬上用那個機會 即是有時有一個機會 即刻做 不要等到以後 不要想想那麼多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在崇拜的時候 即是那天不是我講到 我不是在台上 我忽然想到 我有些事情想下星期他們做到 是今天需要報告 那我立即想到這句 打蛇除棍上 我立即如何 立即在後台走上 找紙給牧師 牧師麻煩你報告 然後加上這個報告 那些人就趕一切可以回應 即是趁有的機會 不要猶而不決 其實我的性格是猶而不決的 因為有些性格很想快些做好決定 其實這兩種性格都有好處 另一種性格 就會想想想很多 譬如很簡單 我用一個例子 我買背囊 我用來背負那些器材 電腦 我會想 哪個電腦適合我用 那些格數夠多 每樣東西 我會看完一間 我又看另一間 看哪一間好些 看得對 幾間 然後跟著我買 有時買到一間好 我都會買的 但是 總之我會先看清楚 這是 這種性格的好處 另一種性格 就是想快些 得到答案 快些就不要再想了 好處就是 他會做決定快 但他的不好處就是 他可能做錯決定 所以這也是有他的好處 但不要變成 有些人永遠都是猶而不決 永遠都不能夠做決定 所以需要處理 其實我講的例子 只是提醒大家 無論你的性格問題在哪裏 你都去處理 以至你的性格 不會受你的軟弱影響 或者有些性情軟弱 不敢出聲 其實我都試過是這樣的 有些人問我的說話 我不敢回答他 為甚麼不敢回答他 因為以前不是現在 不敢回答他 因為他覺得他在那裡 confront我 即不是我錯意 他一句話是尖銳的 那我就不敢回答他 即是我不敢跟別人針鋒相對 我不是要針鋒相對 但我不敢回答 這也是我後來學到的勇氣 即是 即使是傷害我 我可以這樣說 為甚麼你會這樣做呢 我們是否需要這樣溝通 可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譬如他很強勢也好 我可以不給他影響 我可以一樣說柔和的說話 但到某時候我可以跟他說 不如我們想一下 如何處理好沒有 如何解決好沒有 他都可能會激傷 他這樣尖銳 但我這麼柔和 這麼有邏輯性地回答他 可能他都會疾一疾 或者獨斷獨行 獨斷獨行就是我喜歡自己決定 我們要學習 眾人的智慧是最好的 而且他有歸屬感 我記得當時 我想在我們教會開一個青年的崇拜 其實我們有足夠人數 有一個年輕人他很有經驗 他提醒我一件事 你去開這個崇拜你隨時開到 不過你未必得到他們的同意 他們未必有心 但如果你在過程中 一直讓他們有份 一起去建立這個青年崇拜 讓他們覺得這個青年崇拜 是屬於他們的 當這個青年崇拜開始 他們就會歸屬 他們就會肯付出 要不然你開始 就是你的東西 不是他的東西 這也是能夠讓人參與的重要性 OK 我們到這裡停一停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問 我的性格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真的 不是那麼好的 你說到什麼性格都有好的地方 是不是我的性格 是不是 有沒有方法處理呢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還有 是的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